阿力公威 大家好 我是阿力 獅子洗白時刻到 獅子說 你高興就好啊 這是不是獅子座的口頭禪呢 這期星座影片輪到幫獅子座洗白 當然除了處女天蠍天秤 還沒有洗白影片之外 其他星座的影片 大家可以到我們的星座系列去看看 那講到火象星座的獅子座 是進入夏季的第二個星座 大家對獅子座的印象大部分都是 充滿陽光氣息 總是表現出自信 火力 熱情的性格特質 而且大家應該都能夠感覺得到 獅子時常成為被關注的焦點 而且他們的領導力強 創造力高 不怕困難 勇於挑戰 在團體中也能夠擔任激勵人心 和帶動氣氛的主導人 而且啊 百獸之王的獅子座 基本上他們的特質就是 堅強 可靠 正直 做任何事情不會偷著來 他們非常討厭卑鄙的小人行徑 所以啊 自己也減少會做出 背後重傷人的事情 反而更喜歡憑實力與人正面交鋒 贏得光彩獲得榮耀 不論是獅子男或獅子女 在人群中就是很搶眼 但是啊 正所謂物極必反 在大家面前過度的自我為尊 就開始有人說啦 噢 獅子 一副很了不起的樣子 好像什麼都懂一樣 也會說他們不容易妥協或退讓 又或是說他們超愛面子 做錯事也很難低頭認錯 受到批評或忽視的時候 還會容易暴走 所以啊 控制狂 自戀狂 傲嬌鬼 愛憲鬼 都被灌在獅子座身上了 唉 可憐的大貓 我要委屈你們啦 當然以上這些負面形象呢 現在我們就一一的來幫獅子座洗白吧 進入影片內容之前 請大家不要吝嗇你的小手手 幫阿力點個讚 按下訂閱鈕 打開那個叮叮噹吧 如果要說獅子是霸道控制狂 還是要去了解獅子真正的心態啦 天生具領導本能的獅子座 在團體中本來就習慣以領導者自居 自然就會想要表現出自己的能力 這種天性幾乎是其他星座比較少見的 所以難免這樣在外人眼裡 明明是自信卻常被認定是自傲 再加上獅子本來就不喜歡被使喚 所以勝負欲也比較明顯 其實呢 天生有霸道總裁 氣質的獅子座 這應該算是獅子座的優點喔 在職場上的獅子運籌帷幄 行動力強 效率高 少說話 多做事 秉持一分耕雲 一分收穫 他們認為付出努力就會看到前景未來 於是在獅子的人生當中 就是要獲得光彩與掌聲 可求聲譽和榮耀 追求名利與成就 只要是可以維持頭上的光環 那必然是獅子們的無限動力 不過也因為獅子座 格外要遠的領導力以及氣場 再加上組織能力很強 所以在工作環境中 一般人都很容易被獅子座的氣場給征服 然後呢 就心甘情願選擇聽從 發號施令 你們知道嘛 得明星者得天下 像這樣的團隊合作起來不但能完美運作 搞不好還能增強事業運喔 不過說到愛情這一塊齁 關於愛情的話 我聽到獅子被人常常說是控制魔人 通常跟獅子座交往相處後 會被獅子的控制欲給嚇到 尤其是過了熱鍵期後就更加明顯 不論剛開始的形象 多麼溫柔 多麼紳士 一過熱鍵期就開始 每天查情 各種電話簡訊 要求報備 這都還只是小case喔 有些甚至都還會想要安裝定位APP 就為了能夠時刻掌握伴侶的行蹤和狀況 一感覺有不對勁的地方 就算自己手上有事情在忙 都會想盡辦法直奔到你身邊問個清楚 對不對 這其實是獅子實在無法忍受 另外一半跟其他疫情太熱絡 會從各方面嚴格看管另一半 所以跟獅子談戀愛的確感覺就 有點像是被監控 容易讓伴侶覺得壓力太大 但是這些都並不是因為他們真心的想控制你喔 真正的原因可能都會讓大家跌破眼鏡 一般獅子啊 因為氣場過強的關係 人群中他們總是散發光芒 以及從遠處就能夠嗅到他們散發誘人的費若萌 總是如此耀眼的獅子 其實他們是與浪漫相關的星座喔 所以獅子會對戀愛抱有憧憬 會想要完美化自己的愛情 於是開始害怕對方會離去 所以為了想要抓住對方的心 至大至剛的獅子 實在不會用柔和的方式 反而只會用稍微直接的方式去綁住對方 控制對方 而另一半也會反抗 導致兩人之間的摩擦 拉著越來越頻繁 讓雙方無形之中都開始累積壓力 但直接來說 這不就是因為試著做 沒有安全感 又或者可以說是不夠自信 是不是很難想像在面對愛情的時候 試著做的自信是會消失不見的喔 所以並不是他想控制你 而只是單純的跟一般人一樣 因為擔心會失去 才會做出讓人感受到壓力的控制力道 這邊還是要跟獅子說一下 你們可以多培養一下平等的相處模式 以及了解如何表達感情 不要過於苛求喔 那如果你的另一半是獅子 也要理解一下獅子的佔有欲 順著大貓的毛摸 有話直說不要讓獅子猜 更不能說謊 別足安全感 畢竟獅子的心不是外表 看起來那樣威風凌凌 他們的內心是非常脆弱的喔 愛面子又雙標嗎 這一點好像蠻多人常常都這樣說齁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 就像剛剛上面我們一直都有說到 獅子座不時會表現出蠻恨無理霸道 主要是因為獅子希望可以得到主導權 因為獅子座不喜歡處於下風嘛 但又或許是因為沒有安全感 才會變得專制無理 而要說獅子愛面子的話 簡單來說 其實他們就是為了要隱藏那個內心的脆弱啊 因為他們實在不願意面對脆弱的自己 才會擠垮他們大部分的自信 不論在工作感情或是很多事情上 我們總是看到獅子熱情強大氣勢的那一面 基本上獅子就是用氣勢來掩蓋自己的弱點 獅子們並沒有我們想像中的那樣堅強 更多時候反而是不堪一擊 很多人都說獅子座其實很玻璃心 沒錯有時候的確是這樣的 不過有時候大部分都會用氣場自信光芒 層層堆疊來包裝最內層那個脆弱的自己 而且獅子內心其實真的很在意別人對自己的評價 所以一收到負評的話表面上肯定是可以強裝鎮定的他們 其實內心會瞬間失去自信導致自卑 在低潮的時候更會質疑自己 不過受傷的時候還是會繼續用尊嚴來武裝自己的形象 絕對不讓別人發現自己的脆弱 都說到這裡獅子你們也太辛苦了吧 這樣會憋出病來的 都已經受到打擊了還要強裝鎮定 而且我也知道就算是對家人或是好友 獅子一般也不容易把自己脆弱的這一面傾訴出來 所以啊 如果你們哪天看見獅子默默流淚的那一面 那就代表你是獅子極為信任的人 一定要好好陪陪獅子的喔 而且如果獅子一般犯錯了 也因為愛面子很難拉下臉來道歉 但可能他們在心裡已經說了100次對不起了啦 只是表面上他們還是會裝作若無其事 不過只要你仔細觀察 獅子肯定會眼神飄移 欲言又只能守則無措 其實我是覺得這樣倒是挺可愛的啦 好啦 如果獅子沒有犯很嚴重的錯誤 那就多給獅子一些包容吧 還有一點我覺得獅子特別的可愛 就是吵架的時候呢很常講氣話 什麼好啊你走啊 我不會原諒你 走就走你再也不要回來了 假的 可以說出口苗後悔 其實獅子的內心非常心急煎熬 只希望你給個台階來和解 口是心非的獅子可是十二星座之首喔 那雙標就不用說了吧 我們都知道愛面子以及時常講氣話 又或者是維持尊嚴等等 在忙著處理這些情緒的時候 是說根本沒有時間思考自己有沒有雙標啦 基本上只要獅子出現雙標的問題 那其實就可以直接理解成 他們只是選擇當下最能維持自己尊嚴的那個選項而已 例如說獅子曾經說黃色不好看 他有一天他穿了黃色衣服 這時你們說他雙標 他們只會否認到底 要嘛他說不好看的那天 黃色惹到他了 要嘛他事後發現 其實穿黃色還蠻好看的啊 所以要不是你說他們雙標 他們早就忘了自己曾經說過不好看 一旦你們提起他自己也不會承認 但是他們心裡都知道的啊 其實只要了解獅子這一點 如果是我的話我是覺得蠻可愛的啊 所以大家不需要跟獅子太過認真喔 獅子是自戀狂嗎 我覺得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喔 的確獅子座確實比較容易在話題中談論關於自己 或許有時候聊著聊著會太過專注於自己的世界 而獅子本身就不是會特別觀察別人的星座 所以也不容易意識到周遭的人 有可能他們正在經歷的煩惱 所以不管在什麼話題中 獅子的確比較會把話題轉移到自己的身上 讓人看起來有那麼一點自我逃稅 剛剛前面有說 獅子本身充滿自信、氣勢 是一種天生的自我人格特質 對外確實享受成為眾人的焦點 也常以自身考量為出發點 但這並不代表獅子只愛自己 退去高高在上的框架 獅子的內心其實是相當溫暖又柔和的 當你直接跟獅子說你有個天大的煩惱 不要懷疑獅子絕對會傾盯 甚至還會一起想辦法解決 跟獅子相處過後用心觀察就會發現 只要不踩到獅子的地雷 讓獅子感受到你的真誠真心 肯定是非常值得結交的朋友 張藝感又十足 獅子是那種如果你受委屈了 他會跳起來幫你吵架的朋友 如果再更親近一點的話 你更會發現獅子真的就像大型貓科動物 超年人會撒嬌 當然有時候你拔到大貓的鬍鬚 惹跳腳的也不是這麼好紅 炸了毛的大貓 可是要有耐心的摸毛安撫啊 我也有不少朋友說獅子座超難溝通的 但說到溝通這一方面 我認為溝通是不分星座的 同個星座不同人 當然你溝通的技巧也要不一樣 不過如果硬要說全部的獅子都很難溝通 我只能說並不是的 雖然獅子常認為自己位居上位 不過還是能夠聽進去別人的意見 也是能夠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 只不過他們比較難接受的是 有人用教導或命令的方式去跟他們溝通 千萬別用一種 欸我來教你做的說法 如果是朋友之間就稍微講些重點 點到為止 讓獅子自行吸收參考 如果是情侶盡量用 為婉或溫和的方式 來訴說自己的感受就好 獅子雖然自認為是領導人 但是為了增進自己的領導能力 他們是會願意花時間去學習 或是改變自己的缺點 如果你說的很有道理 獅子思考過後也會採納的喔 所以說到底獅子也不是那麼不可一世 這些都是不熟悉的人 對獅子的過度解讀啦 我最欣賞獅子做的一點 每個獅子都有自己的一種驕傲 同時也有溫順的那一面 在團體或社會中 都是有獨特特質的那個人 無論是10歲 20歲 40歲 70歲 獅子依然是氣場十足 內心炙熱 鮮明的性格 如果要說獅子真的有上面說的那些缺點的話 或許他們只需要一個能夠懂他們的人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下個月新作洗白系列輪到了處女作 處女作的朋友我們下個月見啦 如果喜歡我的話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到我的IG追蹤我 我是阿力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